15號淩晨台東市中華路一戶三合月發生大火 一名87歲正姓老翁受困火場 消防局貨爆後立即到場布水線 要帶火勢撲滅之後進入搜索 結果發現正姓老翁在屋內已經明顯死亡了 而這一場大火燒毀兩棟建築物 詳細情火原因還有待調查理清 熊熊火焰不斷從屋內竄出 現場濃濃黑煙直從天際 15號淩晨台東市中華路一戶三合月 因為不明原因發生大火 消防局貨爆後立即派出多支消防分隊的消防車 以及救護車火速池源 不水線滅火 抵達十三合月中內建築已經竄出大火 並往兩側延燒 右側建築也陷入火海 消防人員根據正姓屋主指引 正姓屋主的父親住在中央客廳 帶火勢撲滅後 消防人員進入搜索 結果發現87吹正姓老翁在屋內已經明顯死亡 我們借過指揮中心通報在中華路四段的巷子裡面 有發生的駐載火警 那現場拒報有一名民眾受困了 那我們總共出動了六個分隊 14輛各式的消防車及兩部的救護車 那消防及一消人員總共出動了36人 那到達水線以後 我們部署水線進行人民收救及滅火攻擊的工作 那很不幸在現場一樓的臥房裡面 發現一名已經罹難的民眾 正姓屋主表示 這棟建築是他跟父親同住 他住在右側建築 父親則是住在中央建築 而他每天半夜都會起床巡視 結果凌晨起來時 發現客廳已經起火無法進入 趕快打已久報案 而他父親四十多年行動不方便 火勢在凌晨約1點50分受到控制 而這場大火燒回兩棟建築 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在警銷調查 解判罪台中市報導